紐約確實是美食的天堂 有很多所有國家 所有地區的各種各樣的美食 但是我們一家 還是在家裡 90%或者90% 在家裡自己做飯 做菜 那麼當然很多都是上海的本幫菜 紅燒肉 那個獅子頭 醃毒仙 包括油包蝦 等等等等 我們都自己做 我和我夫人兩個人 可以大概做一桌菜 一次可以請大概15個人吧 我們家裡也比較小 能力也有限 但是我們經常也都是 也請朋友 請同事 一起到家來聚餐 那也是一個小型的文化交流了 對 也是這樣